心狠淚,做人很辛苦 大家好,我是朱迪 今天不太肚餓,就來吃一杯咖啡 哇,你看一杯咖啡 拉花拉得多美 咖啡好美,不要試喝 好吃,又美又好吃 本來今天想去吃牛肉麵 但突然沒有開 門口貼了一張告示 大意上天氣不穩定 所以這些客員是好是壞 心狠淚,做人很辛苦 開店又很累,就放假了 我發覺台灣人很喜歡把心情套在工作 香港人沒有這樣覆訓 不過這些都是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想多做一日生意,就開店 如果心狠淚,就不要開店 對嗎? 話說為什麼我會來喝咖啡呢 就是今早吃早餐的時候 打算去一間我們想去的咖啡 誰不知去到他都沒有開門 所以台灣人做生意 就是喜歡就開,喜歡就不要開 好,謝謝 今天我的午餐 就是這樣 一個貝果加一杯咖啡 很多人都說 難怪你這麼瘦 吃這麼少東西 但其實都夠飽的 我覺得不一定要吃這麼多 好吃 好吃 青醬雞肉 平常吃意粉吃得多 貝果就第一次吃 平常我不太喜歡吃貝果 因為不是每個人做貝果做得這麼好吃 這個做得挺好吃 看看裡面 有些雞肉啊 有些青醬啊 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現在吃東西貴精不貴多 吃得多是沒用的 最重要是好吃蒸就可以了 它很脆啊 其實這間店我知道很久了 但是一直 因為疫情又關了內容 所以一直都沒有來 然後開店之後 嘩 鬼死那麼多人 所以就又不進來 看今天 裡面沒有什麼人就進來 很壞啊 看有人又不進來 但是如果沒有人 生意代表不太好 很矛盾 你說開店會不會真的心狠淚啊 真的看個人 就是如果你平常很忙很忙很忙的 突然間有一天 嘩 完全不忙啊 看看你的心態 你怎麼想 至於我自己的心態 就當作休息 嘩 撞鬼啊 拍到頭這麼大 躺遠一點點 有些人說 嘩 你拍到自己這麼胖 看你的真人這麼瘦 嘩 這樣 終於我沒有這麼胖 嘩 真不是開玩笑 這個貝果真是外脆來源 跟平時在外面吃的 外面有硬 對 裡面的餡又不多 是有分別的 難怪人 推薦我來 我現在才來的 遲了 說回在香港做生意 為什麼 人們說香港是未吃天堂 有朝到晚 是因為太貴租 不做都不行 所以 怎麼可以 灑脾氣 玩心情 去經營一個店 真的很難的 還有 經過這個疫情之後 有幾間可以留下 都是 未知之數 如果留得低 還做得住 都算你好東西 在這裡 喝一杯咖啡 加一個杯果多少錢 一杯咖啡這麼漂亮 都是120元 然後剛才的貝果是80元 總共加起來是200元台幣 我剛剛發現餐牌裡面 原來有一個叫做 港式蔥花叉燒貝果 哎呀 看漏了 總之叫這個 剛剛跟這個姐姐說 哎呀 總之叫做港式叉燒蔥花貝果 還有兩個 你要不要外戴 我說不要了 我要來這裡吃會更好吃 即是即烤即食 最好吃的 再加上一杯咖啡 這樣才好吃的 哈哈 還有呢 這裡是由早上9點開到6點 時間都很長 沒有中間break 我不是在上一條片講過 說台灣為什麼不把外傭 轉為家傭姐姐 幫忙做家務 那些的 原來在香港請工人姐姐 那個價錢是比台灣低一點 很少的 是的 那在香港請工人姐姐 大概折合台幣 18,920元 但是呢 在台灣呢 是2萬元 但是台灣的生活指數 比香港低很多 還有喔 台灣地方大一點 分分鐘自己可以有 一間獨立房 那很順 哈哈 經常都說台灣人工低 是不是 那怎麼低呢 那就大約2萬6元 好嗎 2萬6元台幣 我覺得如果兩口子 每人2萬6元 都有5萬多元喔 那在台灣租一個房子 即是2加1 都不小 室內可能有20平 都是可能 都是說2萬 2萬元左右 那你住哪一區 你不要說住台北市 新北市 但是 如果你說5萬多元 扣回2萬5元租金 喂 還有3萬多元吃 那你說 是不是在台灣生活 就沒那麼緊迫 在香港不行 兩個人加起來 最低工資 可能 只可以在香港住劏房 所以 在這裡 最低工資 其實都可以生活 在香港 就是一個一家四口 要賺多少錢才夠呢 那 4萬元都不行了 你想想 屋租了2萬多 那 洗呀 吃呀 養小孩 又 已經不是去旅行 去得多了 我們去旅行 只是坐廉航 以及住Airbnb 都沒有那些美酒店 住啊 那 那 那時候的生活 開支都要 5萬元 到底 都走不掉了 算過數 然後呢 來到這裡 就真是 花費少很多錢 那 大概 2萬多元 港幣 已經可以 夠了 那你說 在香港 怎麼可以做生意 灑心情 灑脾氣 不想撈嗎 想倒閉的話 你就灑脾氣了 在台灣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看到我平時關上店的門 但是 Google上面寫著是有開門的 你不要覺得出奇 本小姐很累 要休息 所以就不開門了 不是啊 不是啊 因為我這裡是預約制的 哈哈 所以 Google上面的營業時間 只供參考 有時候 Google上面的時間 或者已經下班了 我也在工作 其實是我開OT 要加班 所以 不要以Google的時間為準 阻礙別人的桌子 雖然這裡沒有人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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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謝謝 我再拍影片 打招呼 哈哈哈哈 好了 拜拜 拜拜 台灣人真的很友善 哈哈 在哪裡啊 這裡 這個啊 星球 星球是什麼 誰啊 星球香氣 咖啡 餅 餅 發完一輪急風了 不能耍脾氣玩心情 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那本小姐 不閒就拍吧 就這樣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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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